还是很喜欢你 太贵了 还是很喜欢你 像逆风穿越的几千引力 在岸都要飞向你的怀里 想跑下时间与你在一起 除了你一家都不在我的眼里 还是很喜欢你 因为我是难过来的 我在音乐上基本没什么人给予我过很大的帮助 我干过推销员 电话销售 也干过服务员 就是超市的那种收货员 然后我在国企干过 我在管公司写过文案 我最后一个份工作是唱歌 你在什么时候确定你要唱歌的 我是因为在国企辞完职发现我自己没法活着 我只能再找一份工作 之前干过这么多工作 然后我给我妈打电话 第一时间我妈说 我说你真想好了吗 我说我想好了我要做专业 我不想干了 我妈说你想好就行 反正家里也没什么能帮你 大概意思就是没钱 不管我要 然后我就出去干了一个多月 我出去演了四个小演出 然后 发现我真正做专辑的时候 我没有钱了 没有钱生活了 因为你做四个小演出可能能够 最多能支付你的生活费 其实我都是签了公司了 公司可以解决我的做专辑的钱 但是我生活上的钱是没有的 明白明白明白 我只能找了一份管公司本 因为我之前不是写文章吗 后来就拿着给人投稿的东西 我说你看我这个杂志上 勘动过我的东西 然后人就录取我干了三月 我周一到周五上班 周末去外地演出 然后三个月时间基本没休息 三个月时期到的时候 然后我们领导跟我说 我说你不太适合广告这份行业 我说好啊 正好要做专辑去了 然后我就走了 所以你的这么多精力下来之后 你当你遇到跟你一样 可能有音乐 就是在这方面有一些想法 而且有一些才华的人 你就希望你可以做那个时候 你需要有一个人可以帮你一把 你希望做那个 我是希望他们有一天真的不靠我 能靠自己的音乐活着 那这一段时间持续了多久呢 有三个人零有一个人可以了 太好 我想想他们好好的先做自己再做音乐 我到现在为止我是独立音乐人 懂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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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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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